要講清楚就好了 所以你要把這個當向量還是當射線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就 講清楚就可以了 OK 就這麼簡單 這樣嗎問題 沒有吧 好 來 那我們這個東西 大概就跟你談一下 我們往下一個主題前進喔 來下一個主題是 來再寫一個 用單一符號表示向量 OK 來 你把它寫上去 什麼叫做用單一符號表示向量 向量的具體表現就是一個有向的線段 就是我們幫這個線段裝上一個箭頭對不對 來這個A叫做起點 這個B叫做什麼點 叫終點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向量 我們數學上怎麼寫呢 就叫A B向量 從A 到B對不對 的一種移動指令 但有時候我們不會想要起點跟終點都寫出來 我們會想要偷懶 只用一個代號就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寫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會令它等於多少 等於叫做A向量好了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會用一個這樣子的單一符號 來表示這個向量 不過當然你的題目必須要講清楚 不然人家不會知道說你這個A向量是誰 這樣聽懂嗎 懂不懂 這只是一個偷懶的寫法 就是說用單一符號來表示向量 你這樣寫的話 你會看不出起點跟終點是誰 對吧 懂不懂嗎 懂嗎 我想想看喔 還可以跟你們講什麼 從A 到B 我覺得這個講得慢一點好 然後從B 到A 來這個我來問 洪軒秀好 阿秀啊 我問你喔 從A到B這種叫什麼向量 對從A走到B這種叫什麼向量 就是你知道的向量是一個什麼東西啊 移動的指令嘛 所以從A到B這種叫什麼向量 對 AB向量 來同學寫上去 知道我意思嗎 對吧 A是起點 B是終點 好那我再問洪軒秀喔 那如果反過來呢 從B走到A 這個叫什麼向量 沒錯 太聰明了 這個叫BA向量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所以你在寫向量的時候 請你記得喔 來起點要寫在哪裡 你說 起點要寫在這裡 中點要寫在哪裡 要寫在後面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一般習慣的寫法 有沒有很簡單 到現在大家都還可以接受對不對 很簡單喔 好 來 接下來再談另外一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談向量的長度 向量有大小喔 大小就是它的長度 來向量的長度 OK 向量的長度很簡單 來同學請看這邊 這邊有一個 裝上箭頭的線段 這個叫有向線段對不對 它代表一個向量 就是你畫出來之後 它就變成這個向量 是你看得見的一個東西 來這個向量叫做什麼 這個向量叫做V向量 這個向量的長度 我們一般來講怎麼寫呢 就是在這個V向量外面 加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其實不是絕對值 來我這邊 我覺得應該要把它概念澄清一下 來 正確的寫法 應該是加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代表向量的長度 對 來應該是加槓槓而且是加兩格喔 來這個通緝稱為叫做V向量 的 長度 沒有沒有你先寫 慢慢來慢慢教 V向量的長度喔 我們會在外面加這種 直直的槓槓 但是要加兩槓 這是國際通用比較標準的寫法 向量的長度就代表這個向量的大小 對吧向量越長就代表這個 向量的長度越長就代表這個力量的就越大 有那種感覺對吧 如果你看課本你會發現課本不是這樣寫喔 課本是怎麼寫你猜 課本是寫一個V向量 然後外面是加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加了一個 絕對值的東西 我們這裡跟同學講一下 絕對值跟向量的長度是兩回事 可是我們在高中的階段喔 把這個概念把它混用在一起 就是說不去做特別的區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其實這樣寫比較好 因為這是他的專屬符號 可是我們在這個時候把絕對值 就是說我們把所謂的向量的絕對值 當成是向量的長度 在高中的時候就講的沒有那麼清楚 就隨便亂用了 但我覺得其實你考試寫這個 或寫這個都沒有關係 反正課本這樣寫 我們就用這個符號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一邊一槓一邊兩槓 對你考試寫一邊一槓跟一邊兩槓 我們都會給分 都可以這樣好了 在高中我們沒有講那麼清楚 但是這樣寫是比較好 當然沒有關係 來 我出一個題目來考考你喔 欸嚇 天啊 結好了 對啊我已經穿很多 早上真不想爬起來 最好是不用爬起來 這裡有三個正方形 每一個正方形 他的每邊長度都是一 我現在把 一個有向性動畫出來 跟著我畫 這叫A點 這叫B點 然後這裡來 我畫出一個向量對不對 向量的具體表現就是有向線段 用一個有向線段 就是他就變成是一個看得見的向量 來那現在問同學一個問題啊 請問你這個A B向量 它的長度是多少呢 知道的答案的同學先不要講喔 我想要用問的可以嗎 A B向量的長度是多少呢 A B向量的長度 A B向量的長度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你就可以去了 這個方形啊 所以根據B式定理來你告訴我 這個長度是多少 你在講什麼你確定你確定你不要亂講喔 想清楚再回答我 不然不能去上廁所 2 這也是2 我的天啊 我覺得我們好像有點狀況 有學過B式定理嗎 斜邊的平方會等於兩股的平方核 所以這個長度是多少 講出來了 答案是多少 一家 更耗時 更耗時啊 對啊更耗時啊 可以吧 你可以去上廁所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今天到此結束 這可不可以啊 這有沒有問題啊 你們這些錯小鬼 大家懂不懂 懂喔 來 還有下個 下個那個喔 慢慢來喔 向量的長度講完 我們下一個要跟同學介紹的是什麼概念呢 是0向量的概念 剛開始學向量喔 好多東西要講的耶 對慢慢來 OK 你知道什麼叫0向量嗎 長度為0的向量 叫做0向量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向量長度會是0 就是它的起點跟終點怎麼樣 在同一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喔 我們給它一個很明確的定義喔 來 這邊這樣寫喔 起點跟終點 對 起點跟終點 相同的向量 我把它寫清楚喔 相同的向量 來稱為0向量 來稱為0向量 你知道0向量要怎麼寫嗎 就是寫一個0 然後上面怎麼樣 要有一個向量的記號 好不好 0向量 要這樣寫 0 然後上面有一個向量的記號 如果一個向量它的起點跟終點在同一個位置 那麼這個向量 我們稱為叫0向量 這樣懂不懂我在講錯喔 這樣可以喔 好 然後這裡我覺得高興跟同學談幾個問題喔 來請問同學喔 0向量跟0是不是同樣的概念喔 是 是還不是 不是喔 他們兩個人的屬性完全不一樣喔 0是一個時數對不對 向量是一種移動的指令 所以這兩個東西是 不一樣的東西 請你不要把它混用 考試的答案如果是0向量 你少了這個向量的記號 我們一分都不會給 這樣了解喔 該寫0就寫0 該寫向量就寫向量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答案的屬性是什麼 喔 不要忘記了 忘記了 這樣好不好 接下來 談一個問題 請問你0向量有沒有長度 沒有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0向量有沒有長度 有喔 0向量有長度 他的長度是多少 他的長度是0喔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剛開始初學者的誤解 0向量有沒有長度 有 長度是0 有些人 我曾經聽過有個老師說 0向量沒有長度 那什麼叫沒有長度 0向量有長度啊 長度是多少 長度是0喔 那 再問一個問題 0向量有沒有方向 有 那你告訴我他的方向是 哪裡都可以 有人說哪裡都可以 但是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有爭議 有人說0向量嘛 就好像你看嘛 比如說A點對不對 然後起點跟終點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感覺上好像什麼方向都可以 那也有人說 這樣根本沒有辦法規定他的方向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搞得很複雜 你看一下我們課本怎麼寫喔 我們課本在 那個第幾頁的地方 109月 109月來中間這裡對不對 最後一句話 0向量的長度是0 然後我們不規定他的方向 我們的課本寫的算是蠻好的 他就 完全回避這個問題 不規定 他的方向 這樣可以嗎 0向量就不規定他的方向 這個知道一下 可不可以 所以有0向量的概念 向量長度 用單一符號表示向量 有向線段 就是向量的 可視覺化的一個效果 這樣懂不懂 我們這樣教應該是挺簡單的對吧 再多講一點東西你不會介意 好這個 你先幫我拍這裡 來我這邊再跟你們多講一點東西 剛開始 我們班的同學喔 找個控法的位置寫個key喔 這需要教一下喔 向量 怎麼畫呢 來 我現在示範幾個畫法 你挑一個最好的給我 欸 有人這樣畫喔 OK 有人這樣畫喔 然後有人這樣 這樣畫喔 然後有人 這樣畫喔 你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老師 你覺得哪一種畫法是最好的 就 你覺得 你知道喔 改口就改到後來 你會發現 你這樣就寫三小對不對 就是 我問你哪一個畫是最好的 當然是最上面這一個喔 這個是beta 好不好 我跟你說 這樣畫跟這樣畫都不太OK 這樣畫去吃大便 你會畫到後來變這樣 然後看過以前 然後一邊上寫 AV向量 AV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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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又開到這種東西 都想說 這什麼東西啊 這 這什麼 這線段 然後右邊有括號 然後左邊沒有括號 還是怎樣 他說老師這向量 不要考驗我的那種 就是辨識能力好了 我覺得 不能這樣寫 好不好 畫向量怎麼畫呢 教你啊 向量要這樣畫 你就比如說你看嘛 大家要不要練習一下 你就畫一個線段 然後你這裡畫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這樣尖尖的 像你在畫指數跟對數函數圖形 有沒有 這樣畫 這樣畫就很清楚 你知道嗎 尤其是在畫圖的時候 好不好 啊你平常在寫的時候 你好歹也寫這樣 AV向量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你寫就這樣寫清楚 對吧 這你知道的就是 寫得越清楚是越好 你在畫向量接你這樣畫 這樣可以嗎 OK 好 再來談一個問題 我覺得可以再講一個東西 對我覺得再講一個東西應該就可以 今天就可以到這邊 哎 寫上去喔 哎 單位向量 這個要介紹一下 你站起來 哎 你冷靜喔 快點快點 好